經常都說開心香港,Happy Hong Kong 那有什麼東西可以令香港人開心一點呢? 首先是消費券,但是消費券今年一萬元變成五千元 減了一半的,對於長者來說 兩元乘車都是令到他們都叫開心一點 雖然兩元乘車一向都沒有救病 兩元乘車就一載巴士公司,不可以這樣的 也有些人批評,錢是否用得好一點呢? 不過就算你沒有兩元乘車,政府的錢是否真的會用得好一點? 經常都說你要投入多些在社福、醫療、教育等等 但是那幾方面政府投入夠不夠呢? 以前經常說派不派錢,就是回不回水 有些說應該是要建多些學校,建多些醫院 但後來發現就算你不回水,那些錢都不是這樣用的 不如這樣,你經常計錯數 每年那些財政預算,都算多這些錢 那些錢還富於民,交給市民自己決定怎樣用 不是最好嗎? 去到近這幾年,終於那些爭拗都少一些了 由以前包括連一些民主派的主要政黨 都是反對回水的 去到現在都五乎分歧了 而且現在都沒有什麼反對黨存在 想存在都非常之困難 以為這些都是不會再爭拗了,那怎知道 最近張炳梁,梁振英時代的分房局局長又出來說話 不如這樣吧,當日都叫你們不要跌到六十歲了 就好像葉劉那些說 這些長者兩元搭,真是無底深淵感款 其實多少錢呢? 每年其實都是幾十億至一百億 那裡不是佔很多 幾十億至一百億每年 對比你政府在其他的花費呢 簡直差很遠了 這裡又說要花多五十億 那裡又說國安那裡原來有五十億 之前是沒有說過的 既然是這樣,那你何必對一些長者或者消費券方面 那麼根根計較呢? 包括你張炳梁 是不是有這樣的需要? 不如說一下,張炳梁 說回你梁振英年代做局長的時候 你承諾過南亞海蘭事件的報告 是會全面公開的 那到現在又怎樣? 到現在又怎樣? 張炳梁,回應這些事 你不要整天冷靜裝了學者 雖然你是學者 不過是一些垃圾學者 扮演出來評論 對於自己當年的過錯 包括沙中線的超資那些問題 是當時他作任已經出現了這些爭論的了 你回應這些事 超資那些多少錢啊,去那裡 那些你不計? 你就對於市民,小市民就根根計較 你自己這裡開支 那裡被人批評大白杖那些 你就從甚少解釋 甚至是沒有令市民滿意的解釋 好,到現在 李家超就說都發現2元長者搭車 有不尋常的使用 要打擊濫用 首先什麼叫不尋常的使用? 真的,有些長者我搭一個站 那就是,你們這些年輕人走幾分鐘 一個站就行了 可能我長者要走十幾分鐘 多你幾倍 你怎樣去? 還是去濫用還是不濫用? 那天很累 我長者是容易累一些 那你兩元坐車都上去多些區 那去出去玩一下 不是在樓下的酒樓 在樓下的公園仔去下棋 那上去都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那其實你那些政策一定是有好處 和有壞處 除非你當日就說 我們講到明了 最少搭那些車 那要搭三個站馬以上 那你當初你有沒有這樣說明? 那你有沒有這樣說明 你今天為止濫用 先別人合法這樣做 什麼叫不尋常呢? 如果是不尋常的話 為什麼不尋常了這麼多年 一早就淫制止呢? 很奇怪這些 還有就是你政府說 財政那些儲備越來越少了 我們越來越少錢了 有這樣他又那樣 那為什麼那些人就說 其實那些已經有北部都會區了 希望你快點做吧 有沒有需要 又要每年加開二十幾個 那些不是常規編制的 就是首帳級的職位 再加上一些調配 每年花四千多萬 那這些有沒有需要呢? 然後你明日大嶼 人工島填海那些 有北部都會區 這些有沒有需要 那些花很多錢的 現在你都說五千多億 隨時以前的人說過 如果怕你超支 超到過萬億他怎麼辦呢? 那這些你不說? 那這些你不說? 就在那製著綠豆的數 就跟跟計較 計到盡 好像李家超說的那些器官捐贈 又不尋常了 文匯報甚至說 有黑暴的遠對抗 是繼續 無緣無故就說 就算你沒有登記 你都可以取消 因為自動幫你登記了 那當然這些 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不知道什麽原因 總之政府就說有人去 可能惡意去搞你 在那裏搗亂 有五個月之內 有五千七百多宗 取消器官登記 有二千九百多宗 其實你沒有登記過 你就說出來取消 有兩個層次可以說 第一 我再奇怪了 你說網上就算 其實你沒有登記 都當你登記 我說我去取消 之前我沒有登記過 我沒有登記過 為什麽我取消到呢? 是不是那個登記的系統 已經出現問題呢? 搞到你衛生署那些 又做到很多功夫呢? 你這正常的系統 你沒有登記到 即不是他會員 你又怎麽可以取消 會員資格? 根本是搞個系統的時候 你都出現很大的問題 先面對自己的問題 這個是笑話來的 真的我不管外面的人 他怎麽說 你們 總之你取消了 你好笑了 我不是會員 我沒有登記過 都取消到 然後就影響了你的行政工作 這個是不是很少? 第二 即使我不計那2,900多個 另外那2,000多個又為什麽取消? 原本有35萬以上 你說好像人數都不算很多 但是突然間五個月之內 都有2,000多個真是登記了而取消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政府是否應該要好好解釋 或者讓他們安心 是不用怕的 雖然現在主要是因為 兩地 大陸和香港 那些器官 大家都可以互相使用的問題 我就不講這個中港關係 因為梁振英就說 你說中港關係 你就是對這個祖國沒有認識 什麼中港關係? 香港和中國一部份 你梁振英都白癡的 我說可以代表中國和香港 現在政府 那你是不是在這方面 其實有些人是有憂心 他憂慮的 是不是要好好解釋呢? 就是不要一下下 就用一些負面的態度 去批評了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再去做解釋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你這些負面的態度 負面的詞語 是對於香港人想吸收你的信心 可能都令到市民想吸收你的資訊 都會出現在一些隔膜 那你政府其實想想有時候 那些事情應該怎樣表達 那些公關可以怎樣做 除了你說在那裡指責 有些人你沒有登記都取消了 其實你將焦點就放回去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笑話 是不是? 真的啊 我沒有登記 為什麼我會取消到這個本身 其實你已經有問題 然後在記者裡面 你會被人發現 你自己都有問題 就等於港歉 民旅局都有問題 但是兵協那些就放得很大 他們那些不要輕輕大 甚至是秘而不達提都不提 那麼這些在公關手法上 是很大的問題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文匯報》那些批評 又說到又牽涉到國安 又黑暴又這樣 他又那樣 說真的 不如你預期是這樣 不如你也想和諧些 你也知道社會都有不同的情緒 不如你嘗試用一些比較柔和的公關 去拭除市民的疑慮 就算那些拭不了 因為有沒有必要用這麼強硬的手段去對付呢 因為對於社會要邁向和諧 你所謂現在由亂及治 或由治及卿 你這樣的公關手法有沒有好處呢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